養胃不一定要靠藥物 主廚今天用高麗菜 山藥跟秋葵 來幫我們修復胃黏膜 對 我今天要做這一道是 山藥舉鮮魚高麗菜 鮮魚的部分 我們是用這種鯛魚 台灣鯛 然後再搭配山藥 再做一道料理 其實我這個台灣鯛 有出現在國宴上面過 真的喔 哪一個國家 而且都沒有斷交 都沒有斷交了 對 料是魚還不錯 OK 好 那我們現在 首先在鍋子的部分 放一點苦茶油下去 苦茶油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把薑末的部分 薑末你不要完全把它磨成泥 太細 我們稍微去把它 讓它有一點顆粒感 顆粒感 這顆粒感把它放進去之後 稍微讓它有一點起泡 起泡之後 我們開始起泡了有沒有 對 開始起泡之後 香味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直接把高麗菜放進去 切絲的高麗菜 對 切比較粗絲一點點 對 我們現在把高麗菜放進去之後 稍微在鍋子裡面再拌一下 再拌一下的用意 就是第一個 當然我們是要把高麗菜炒軟化 對 讓它完全熟成 第二個當然是我們這樣 在大火快炒的情況下 還能保持高麗菜的一個脆感 因為剛才大家一直來講說 火鍋 薑母鴨什麼 大家要煮 煮太久的話 其實高麗菜脆感都不見了 是比較 我覺得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口感 喜歡吃脆的高麗菜 對 我們現在去把它翻炒一下 接下來要記得一件事 我們現在先把黑木耳的部分 先把它放進去 這有處理過嗎 我們就給它稍微汆燙一下 汆燙一下 汆燙一下下去炒 我們稍微把它切大塊一點 讓它稍微拌炒一下 好 炒到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開始 剛剛是不是有一點膨膨的 對 現在開始有一點消水下去 對 我們準備等一下要把魚放進去 魚放進去 對 因為如果 我們這樣子講 如果你是帶皮的那種魚 比如說像鱸魚什麼的 有一些帶皮的 對 我個人建議 你可以稍微穿這樣一下 那個味道不會那麼重 像那種去皮的話 不用 你可以把它直接放進去就對了 直接把它放進去 在鍋子裡面 一樣讓它稍微停留一下 對 一樣去給它做一個拌炒 你看我們這樣拌炒的時候 高麗菜那種香味就出來 對 OK 韻依妳怎麼看這道料理 這很厲害 我們雷師傅的養味食材 尤其是像山藥 我們也還推薦一個 叫做秋葵的 秋葵上面其實有大量的黏液素 所以你胃痛胃潰瘍的時候 黏液素可以幫你修復 當然其他還有一些Beta胡蘿蔔素 維生素CE 都是抗氧化 所以這個對我們養味是非常有幫助 另外一個常聽到的就是高麗菜 可能大家會聽說高麗菜有什麼 維生素U 什麼可以修復黏膜 當然在營養學分類 沒有維生素U這個東西 它其實只是假硫化物的東西 它是抗氧化修復的止血的一個因子 所以抗氧化 所以雷斯布斯那邊說不要讓它煮太久 那些都可以保留 再來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你有一點生薑 可以暖胃 尤其你會脹氣打嗝的人 吃一點生薑 磨泥都是好的 有江西油都可以幫你消化 可以好一點 另外還推薦像蘋果 蘋果有所謂的果膠纖維 也可以幫你 可以平衡你的胃酸 但是記得 如果你是正在胃痛的 就不要吃 OK 我現在剛剛把南瓜也放進去 蘋果會最後再放 蘋果最後再放 我現在把它拌炒到 鯛魚有點熟成的一個狀態之後 關起火源 關起火源之後 我現在把它放在鍋子裡面 沙鍋裡面去 開始去給它做一個微煮 微煮燜煮 各位 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煮這道菜的時候 你不要放太多的湯下去 我今天是用的是柴魚高湯 你把它放太多湯下去之後 你等一下會有感覺是在煮高麗菜湯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覺得不會OK 接下來 蘋果跟秋葵哪一個要先放 先放蘋果 對 要把三味煮出來 這個都很簡單 很簡單對不對 做菜好其實也很簡單 看起來會好看 把蘋果帶點皮 把它放進去 顏色會很漂亮 把它漂亮亮亮這樣放進去 好 當我們把這些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把秋葵也放進去 好 當我們放進去的同時 我們現在開始一樣是開啟火源對不對 開啟火源我們現在關小火 小火 蓋鍋蓋 蓋鍋蓋 對 好 接下來很簡單 山藥泥把它磨成泥之後 來 我又問一下薇如 你不要被他答對了 對 我現在山藥泥 山藥泥磨起來之後很容易黃 很容易黑 對 你知道我把它拌什麼嗎 拌油 不是啦 蛋白 拌什麼 拌一點鹽巴 拌一點鹽巴之後 它不會變黃 是這樣子喔 而且你看那種Q彈度 拌起來那種Q彈度 好像麻糬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它放一點點蛋白 蛋白 蛋白把它放進去之後 一樣在這個調理鍋裡面拌一下 記得把它拌勻 就讓它完全的吃進去這一個 整個蛋白裡面 才拌勻之後 好 我們接下來開啟鍋蓋 今天既然要做山藥泥 對 你如果沒有加魚的話 其實它就會一個素食料 加山藥菊 我們現在就給它有一點山藥菊的概念 感覺 好特別喔 對 就有一點像日本料理 我們在吃那個鮪魚山藥泥 那種概念一樣意思 把它這樣子鋪平 好 鋪平之後 我們再把它蓋起鍋蓋 蓋起鍋蓋之後 不用再加點湯嗎 不用 我們蓋起鍋蓋 因為這是山藥菊 所以我們蓋起鍋蓋之後 我們大概等個20秒 20秒 讓蛋白跟山藥熟成之後 這一道可以 那我們再幫你 顧味的料理就完成囉 試試這道山藥菊燒鮮魚高麗菜 富含果膠的蘋果 加上維生士U的高麗菜 鮮甜可口幫助消化 幫你一起修復胃聯膜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 謝謝大家